學校外大批家長 焦急守候 27號高雄部分學校 舉行返校日 卻碰上大雨角局 會擔心就是突然下大雨嗎 會啊 會啊 也也是會啊 所以說都有準備雨季啊 家長貌無接送 就是擔心孩子淋雨 歡樂的暑假告一段落 返校日還下大雨 有學童苦苦等候家長 那媽媽還來接你嗎 會 媽媽還來接你是不是 但是今天不用上班 大雨慶行南部 高雄時間學校 出現各種災情 有些牆壁滲水 地上積淹水 粗估採損超過20萬元 教育部到現場會堪 甚至發現 有電梯也碰上滲水狀況 就怕影響後續師生使用 經濟找人修復 如果後面可以冒災水的時候 再請學校這邊提吧 鏡頭轉到屏東 大雨同樣帶來影響 一間學校縱使有風雨球場 但場地仍舊 大面積積水 然後下雨 下雨的時候這邊就會積水 對 熱血少年把場地脫乾 球照打不悟 但每一秒都擔心會不勝滑倒 抬頭一看也在想 這屋頂到底有沒有用 南台灣大雨不停的下 也讓想抓住暑假尾聲 大玩一波的學子 心裡好失望 記得高雄屏東綜合報導